欢迎回到北凡大探索 比新竹米粉稍微粗一点的普米米粉 经过水煮和大火快炒 喷香程度绝不输给新竹的炒米粉 一丝丝都扒满着酱香 口齿间都是古早味带来的幸福感 这间位在台北专门卖普里豆地菜色的餐馆 除了有炒米粉外 特色的梅甘蔗笋配饭也很受到欢迎 甘蔗笋的细嫩清甜 与梅甘蔗入出差到好处的滋味 吃起来特别耍脆 现在的都市你要吃到像这样的野菜比较难 而且味道都很道地 台北这边要吃到道地的葡萄菜 就只有这里而已 应该找不到其他所比他们还好吃的地方 在台北市区要吃到真的从山里来的菜 实在有难度 这间把葡萄来的山产 鬼包宽宽来台北的餐馆 不但有道地的葡萄美味 更让客人有回家吃饭的亲切感受 老板人也非常好 他就知道说我吃素 他也配合我就是把这个 我喜欢吃的菜也就是炒成素食 能够照顾每个客人的口味 可以依客人口味调整 昏得素的都好吃的葡萄炒米粉 是老板娘的拿手好菜 跟新竹炊粉不同 比较粗的葡萄水煮米粉 口感更滑溜 葡萄水煮米粉 它是蘸蓝米做的 它不像新竹米粉一样 然后新竹米粉 我们讲说吃吃的鸡鸡 新竹米粉是加很多种 很多粉 然后让你吃不开 像我们葡萄米粉 你在多弄一些时候的时候 它变成一端一端一小端 来自葡萄的米粉要炒得好吃 用料就不能随便 像我们这个友通酥都自己炸的 用酥油炸去炸 炒米粉炒起来才会好吃 这个要炒到有点有过巴 这样的话就会好吃了 你看这样就有过巴了 炒到每一次米粉 都巴满酱油香气 含水量比一般米粉 更高的葡萄米粉 口感Q滑又有弹性 在来米制成的原始米香味 被大火快炒逼出 再加点香菜点缀搭配 香味层次更丰富 它的那个米粉是比较粗的 那种吃起来比较口感Q一点 跟一般的那种细米粉不一样 而且它炒得很满味很香 除了有好吃的葡萄炒米粉 这道老板的很得意之作 炸玉藻在店里也超级热卖 大部分我们都是用大甲的 它品质比较好 比较舒染好吃 哪边的芋头都好 只要不是在梅雨季节 叫的芋头的话都很好吃 为了保留芋头自然风味 调味也不用多 简简单单就很够味 外面很多这种芋头 都加了香菌 芋头看起来就 哪有那个紫色的 对不对 只有这种白色的 要让一颗颗芋枣吃上去细腻顺口 就得把芋头的这个部分 以快快细形索开 这算芋味 就芋头的尾巴 你看 比较硬吗 对啊 它很硬啊 揉捏成长条位是红枣形状后 就可以用约200度的高温 油炸到金黄 时刻紧盯油锅里的状态 还能确保小小一颗芋枣 不会轻易吵回家 出锅的成品还能香酥可口 剥开酥脆外皮 芋头清香串出 去掉芋头尾巴后 果然更绵软好入口 自然香甜也被牢牢锁在 这脆口的金钟罩之中 每一次吃完以后 不管有没有点 老板娘还是会 一定会出的菜 就是真的是他们店里必点的名菜 它里面也不是像一般人家那种 都很甜 很腻 吃了会腻 吃了不会 它是里面很松软 然后外面很酥脆 在厨房里忙进忙住的 老板娘林佳慧 坚持菜林花对她很是感谢 30年前夫妻俩陪妈妈 开这间小饭馆 初衷很单纯 刚开始是我们从菩利北上的时候 一般的餐厅没有什么 添加的特色小吃 那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菩利的菜是蛮养真的 都是原汁原味的 那经常说去做一些 原型食物来给客人吃 可毕竟菩利距离台北有几百公里 在30年前光是运送食材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30年前没有宅配 那当初我们就是说 那开店也是蛮辛苦的啦 那我跟我太太 好 那我们就是 一个礼拜跑一趟或两趟到菩利 直接到菩利去采购 刚开始就比较辛苦一点 来配星期后 他们才克服了运送原料的困难 让埔里有名的甘蔗水 也能成为店里的人气壁点 和梅干菜一起卤过的笋子 咸中带有甘蔗水卤又甜嫩 道地新鲜野菜入口 可能辽薄起客人的食欲 梅干菜还滷味 那个味道 就是不会太咸 我就不会 现在比较注重蛋嘛 所以太咸的东西我们没办法接受 这样就是当小菜吃 所以很好 非常好 还有这道菩利特色的菩利小炒 看起来和作家小炒很类似 但老板娘炒进自己腌制的咸猪肉 加连特调酱汁 吃起来的风味很不同 但边道干酥微焦的豆干 和鱿鱼一样口感满分 整体融合恰到好处 豆腐干很好 咬得动 最重点是我们咬得动 而且一炒出来 我觉得味道之后已经 先有那个味道引起食欲 这个真的连骨头都可以吃啊 老板娘口中连骨头都能吃的 酥骨猪脚是让很多老饕 专程造访这里的特色菜 用高压锅焖上三天三夜 连骨头都能在口中轻松化开 浓郁花生味渗入猪脚骨髓 酥骨还黏着丰富胶脂 连齿缝间都沾染着黏糯口感 曾经带朋友来吃 那吃完以后朋友就把骨头放在外面 然后我跟他讲这个是这家店的特色 就是连骨头都可以吃下去 对 后来大家吃的都很惊讶 用粗肉菜活的客人肯定 是临家混合菜米花夫妻俩 苦心经营三十年的成果 希望这样的普利家香味 能让造访的客人品尝到 最纯粹的料理的味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传统版豆常常要呼棚饮半 才能吃到多种的料理 但是在高雄就有一家餐厅 把柄豆彩精致化 招牌荷香红蟹黄米糕 选用三两种的牛角蟹 满满的蟹黄搭配香Q米糕 吃起来超级满足 还有经典笋干蜂肉 乳蹄膀搭配了挂包 味道鲜香鲜嫩 另外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可爱潮流包 有柴犬 老虎和小鸡的造型 不只造型相当讨喜 内馅更是包进了地瓜起司馅 特别的香浓 不用揪大批朋友 几个人就能享受台菜版豆的好滋味 那我们做的这个就是小份量的 也不用多太多人 可能三五好友两三个 他就可以聚餐 老板王顺庆的外公是高雄的棕破塞 他从小跟着外公版的 耳濡目染学会了一手好菜 店里招牌一人份的 荷香红蟹黄米糕 改良自经典台菜红蟹米糕 从挑选糯米开始就非常口就 长糯米的特性就是 它比较长 比较有口感 那我们蒸出来的时候 它会比较有Q彈 那我们就是有准备香菇丝 鱿鱼丝开洋 这些东西下去一起炒 在台湾版豆不可缺少的红蟹米糕 象征了吉祥和多子多孙的含义 为了让米糕吃来有浓浓的芋头香 做法就不能省功 芋头大家可能都是一起下去炒 炒完直接煮 那我们是另外炸 因为炸完芋头带有一个香气 一个口感 遵循外工作法的红蟹米糕 因应现代人需求 份量越做越小 选用的螃蟹也就要符合一个人份量 特别挑选捕捞自宜兰外海 约三两种的牛角蟹 大家对牛角蟹都觉得 它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 可是其实它出来的香气 跟它的母蟹里面的软 它出来的东西其实不输红蟹 一打开蒸笼 红彤彤的肥美牛角蟹 霸气的坐在米糕上 几乎快看不见米饭 虽说牛角蟹体型比红蟹小 但一挖开蟹黄 橘红色枝糕沾满整个蟹壳 根本毫不逊色 饱满扎实的枝糕香气浓郁 蟹肉一丝一丝鲜甜味美 但这米糕香菇和芋头丁 一口享用令人难以抗拒 简单讲就是有层次感 鲜蟹黄的香甜出来 然后后面的米香 内容物香菇等等的 就陆续出来散发它的味道 我觉得它的饭很绵密 就粒粒分明这样子 就吃起来也不会觉得很腻啊 或者是觉得口感不佳这样子 王顺庆的拿手好菜 还有这道卤到入味的笋干疯肉 伴着咸香的笋干味道特别香浓 带皮蹄旁肉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皮Q香嫩 肉质超级鲜甜 吃来还有些微黏嘴 夹进黄色挂包一起吃 鲜甜肉汁浸入面皮 还多了分香甜的面香 味道相当丰富 那重点是它的肥肉还不会很多 就是一点点综合综合 不会像家里阿嬷那种 想吃又吃不下去 对 它们就是OK OK可以综合综合 加面 下面不一定要吃饭 你会吃大的挂包一起吃 像小汉堡一样 我就是比较坚持 以前外套版德我拿工作者 那我就这么做 对 所以你们可以多尝尝 王顺庆的版德彩深受客人青睐 餐饮科出身的他 从小跟着外公在大高雄版的 也曾在粤菜餐厅学艺 香港大牌党经典菜色 避风糖吊片 王顺庆使用小卷入菜 更加入鲜甜的炸地瓜 让味道增添台湾味 因为地瓜它 当然我们需要它去吸引 你部分的油跟咸味 那地瓜它本身比较清香 那带有一个甘甜的味道 你也不用一直吃个东西 负担那么大这样 回来 Studio